回到健康關注亞運片的節目時間 繼續回到今天的題目 就是越戰越勇,羽毛球手的訓練 我們有三位嘉賓 分別有兩屆亞運 女單羽毛球 銀牌和銅牌得主,赫梅葉佩賢 還有注冊物理治療師,Chloe 和心臟科專科醫生,國醫生 說到羽毛球手 是很緊密的訓練,當然我們做不到 但其實有一些伸展的運動 可以請教Chloe教我們做的 我們今天會做三個簡單的 全身伸展動作 首先,我們想伸展肩膀、前臂和胸椎 我們可以一起做 首先,把手指交往上頂 對,到最後的位置 然後向後挖進椅子 我們可以用椅子… 後一點… 這個這麼慢 伸展胸椎的同時 保持呼吸、鼻吸、後呼 好,我們慢慢回來了 這個動作其實可以重複三至五次 之後第二個動作 我們可以伸展一下臀部的肌肉 因為平時可能坐得多 或有時做運動打完旺球 用得多臀部都會有繃緊的情況 現在我們這樣把腳踩上來 吃飯的時候,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想說我最喜歡這樣 對,然後我們嘗試 把膝蓋盡量按壓低一點 然後身體向前 我們應該要感覺到臀部後面的肌肉 有伸展的感覺 對 最好這個動作可以維持大約10秒 對,保持呼吸 我們要兩邊腳都要做 好,我們還有第三個動作 還可以嗎?還可以嗎? 可以嗎? 好… 第三個動作 我們要伸展一下臀部腰肌 這次我們要坐半個臀部 半個臀部一邊伸到後面 我們將後腿延伸 儘量伸直腳 我們會感覺到臀部前肌肉有伸展 可以的話 把我們的手大高 甚至向旁邊拉一點 對 好,這個動作 也可以停下來大約10秒 不過這個動作做的時候 可能年紀大一點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會容易掉下來 其實郭醫生在診所看症 郭醫生在診所看症的時候 中間的休息也可以拉一下 絕對可以做到 因為有椅子可以坐 好,我應該多一點時間 郭醫生去做這個運動 我現在就看看家寶他打羽毛球 打得如何 教練,你參加海外的羽毛球比賽 會有什麼備戰訓練? 如果打的對手是我們認識的 我可能會上網看他的影片 留意他的打法 讓我們落場的時候 會比較得心、認受一點 我看資料說 羽毛球是速度最快的球類運動 運動員全部都快、肯準 那有沒有說哪些部位容易受傷? 如果打羽毛球方面 可能膝蓋和肩膀會比較容易受傷 如果為了防止他的受傷 我們就會鍛鍊很多核心的力量 練習臀部和腳 令他落地的時候 不要只用膝蓋吃光的力量 而用其他肌肉幫助他 令他減少他的勞損 如果肩膀方面 我們會練習很多拉後的動作 練習後面的肌肉 令他不要向前傾那麼多 因為羽毛球的動作都是向前比較多 所以我們要把它拉回後 防止肩膀受傷 我們有甚麼動作可以做的? 如果練習腳方面 我們最基本的 最簡單就是向前這樣拿起腳 對, 膝蓋不要向前 就上下, 上回來這樣 然後第二隻腳 對, 這樣吧 這些動作一邊做八下 一天做三組其實也不錯 那我回家慢慢練習 我們今天還沒練完 慢慢來, 欲速則不達 每次我看黑妹比賽 我都在電視機旁邊不停尖叫 因為我覺得他不疼身 很薄 飛身, 然後又撲舊 我覺得全場周圍飛 有試過一次受傷經歷 是非常嚴重嗎 我覺得最嚴重的一次 是試過跟健的龍船 遲續了一整年 對, 基本上是由訓練 到比賽也有很大影響 也有保持治療 或者有很多方法去幫助他 但可能當時你會舒緩 但可能到真正訓練 或者比賽的時候 也有很大的影響 我也記得是持續了比較久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 要爭取奧運入場券 我們爭取奧運入場券 是要打一年的積分賽 保持一年的積分賽 每一場比賽都是忍痛作賽 試過因為太痛的關係 有一次、兩次都要退賽 但最後我想問是否能進入… 能進入, 但在我心目中 會未如理想 會影響到表現 對, 始終我的打法 也是要經常跳 因為跟健痛的關係 其實我的動作是一痛 跳起來落地的時候也會痛 基本上大部份動作 都是在每一場比賽中 我想有幾十次都要經常 會有這樣的動作 其實整場比賽中 對於很多動作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想問郭醫生 例如剛才黑妹這種狀況 其實她不知道自己是有傷的 但沒辦法, 要繼續比賽 但又會不斷地做這些動作 其實她豈不是很難康復嗎 對, 其實我們不建議 因為尤其是像阿妹一樣 已經拉傷了筋腱 筋腱, 即是筋腱 其實是最少血管 最難好的地方 因為沒有血管給她養分 幫她修復 如果很難好, 還未好 再做運動或比賽的時候 一定會拼搏 拼搏時, 只會更加傷 但如果要等它好完 你也知道, 我剛才說很難好 你也知道 要等一年, 等半年、一年 幾個月才慢慢好 等到這麼晚的時候好 你一直好得慢 你又不能做運動 那你的肌肉 以前練習的東西又遷就了 沒錯 所以你再練習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要小心 如果你再練習 首先要先好完 好完之後 你要再練習的時候 要慢慢練習 不要想像一年前 一年後再練習 一年前立即再練習奧運比賽 其實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循序漸進 沒錯 但除了剛才黑妹說的農損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一直說 你打這些激烈的運動 可能你突然會覺得頭暈 或者心跳得很快 對, 心跳得很魅滿 那當刻要怎樣即時處理 是否立即要扔下球拍 其實如果你真的覺得不舒服 就真的要停 那你停的時候 當然如果你真的在比賽 你要考慮是否停 就是這樣叫停 還是叫醫生去看 專業比賽是有… 對, 專業比賽是有醫生的 因為我也試過一次 拗勻的時候 有這條腿 真的無法呼吸 打給他無法呼吸 然後要立即有人送我出去 吸氧氣 原因是甚麼 因為剛巧我打那場比賽 有些病 然後因為病 可能你的身體狀態已經不太好 悲觀又不太好 但是一場很激烈的比賽 我那場打了三局 加上腸壺可能比較熱 溫度比較熱 其實呼吸相對來說也會比較困難 可能因為打到後面的時候 體力上已經消耗很大 身體會越來越弱 到後面的時候 開始感覺到無法呼吸 即是求救 有人抬了我出去吸氧氣 我記得那時候是 最後有沒有繼續過比賽 完了 因為打完那場就好 就是在外面吸氧氣 即吸到可能覺得 心率比較正常 這樣就可以了 醫生, 我想問 譬如我們普通市民 如果我打球的時候 我看到現在有很多人 會戴著一些智能的手錶 就會檢查自己的心跳 有沒有說他多加了多少的幅度 你真的要停止了 你不要再打了 其實現在很多智能手錶 都會預設了大概140、150左右 就會給你一個警示 很多人, 就算年輕人 我們達到140、150 都要小心 最重要是看你自己的感覺 有沒有不舒服 如果你習慣了 有時候有些人是16、16、17 都沒有問題, 其實還可以 不過如果你本身知道 你有心臟問題 或者肺有問題 你就真的要就住 或者問清楚你的醫生 你可以做多少運動 因為運動對於我們醫生來說 我們首先很保險 第二, 我們覺得運動 好像一個陽物 好像一個治療的方式 又幫助到心血管 又幫助到身體、肌肉 但是也要有一個適當的運動 即是適量才行 我們經常都覺得…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人 意志比身體更厲害 對 我可以的, 我可以做的… 對, 一定要設定我 一定要跑夠25公斤 然後跑到24公斤就躺下了 對, 所以很少手 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 而且要看自己的限制 去到哪兒 不要整個突破極限 真的不行, 真是要緊的 今天感謝三位分享 來到最後這一刻 可否麻煩黑妹 鼓勵一下我們一群年輕運動員 我覺得剛才也說得很適合 拉筋、熱身這件事 真的要做得很足 對嗎 熱身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 我也有帶一些青年軍的運動員 他們很不喜歡拉筋 很不喜歡練完球之後 再放鬆 但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因為可以防止受傷 好嗎 另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力量訓練也很重要 因為力量其實不只是練大隻 也可以令你有足夠的力量 可以保護你的身體 讓你沒那麼容易受傷 我覺得這件事也很重要 對 好, 今天感謝我們三位嘉賓 希望各位聰明觀眾 繼續關注我們阿雲 阿雲 Kai TV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